大家好,我们在这一集课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帮调音台加载效果器 当然这种知识是非常的基础的知识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认识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主控插入1、插入2、插入3、插入4等等等等 一共有插入99个,就是可以有99个插槽 那么每一个音轨的插槽里面有8个效果器的插槽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低谷这个位置 当然大家会发现它是指向调音台的1通道 好,我们编习几个机奏 OK,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添加了 当然你要添加给哪一个这个通道 就是哪一个调音台通道插入效果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选中这个通道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加载 点击这个道的三角 我们就可以进行选择选择效果器了 比如说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混响效果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底谷上面就加了一个混响效果器 当然在这个效果器的这个边上呢 也有这个静音开关 我们可以把这个效果器动机掉 或者说给它静止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效果器就不起作用了 当然它边上还有一个效果器的发送量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旋钮呢 调整它的这个发送的效果的量有多少 OK,那么这个加载效果器的方法呢 是非常简单的 关键是效果器的使用 如何去非常这个得体 或者说去炉火纯青的 就使用这些效果器呢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效果器的使用呢 我们将在高级片里面进行 跟大家一起来讲解 认识这么多水果机自带的 这些效果器的使用方法 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一起认识 在这个每一个通道里面 都可以进行加载 大家看到在这个通道1里面 我们加载了一个混响效果器 我们再来选择这个插入2 也就是这个调音台的通道2里面 我们看一下 刚才加载的这个效果器是没有了 因为它每一个这个调音台的通道 都有单独的效果器插槽 它们共有8个 那么我们在上几课跟大家讲解 这个跟大家讲解这个调音台的 这个编组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可以进行让它 依次的管理可以增加效果器的插槽 大家在课后呢 不知道有没有练习过 OK 那么这期课呢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对3w.djdkk.com 无需交通网的支持 同学们 我们下集课再见